主料,姜豆500克,辅量,盐,红油,白糖,熟芝麻碎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姜豆洗净切铁刀切断备用,锅中加适量清水,加少许油,煮沸泡入姜豆烫熟,捞出放冷纯净水中冷却后控干水分备用,将处理好的姜豆放入大碗,加少许白糖和盐,再加适量红油, 再加入熟芝麻碎,搅拌均匀即可,烹饭技巧,一,锅中清水将少许油,烫出的菜不容易变黄,二,将豆烫熟后要入冷水,让汁血素冷却,能保持低绿与爽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